政治的最新焦点 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 今天上午将率团前往中国 展开为期七天的行程 夏立言预计到访厦门 广州 南昌 杭州 昆山 上海等城市 而国民党表示此行主要是关心 在中国的台湾同胞 并没有规划跟中国的官员见面 而对于惊吓海域的中国鱼工死亡事件 夏立言也将会在 适当的场合表达哀悼 陆委会则呼吁夏立言 向中方强调 个案已经进入了我方的司法程序 期盼中方应该要尊重台湾的司法体制 等到检方调查完成 就会公布真相 哈喽 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